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游 欢迎收看音乐百科问答 昨天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高音唱不上去怎么办 有什么办法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来解答一下 就是高音唱不上去 其实有很多原因 可能有一些是天生的 你调选的就不对 这个歌可能就不适合你唱 你的高音可能根本就没有达到那个音域 这是一个 或许还有一种 就是你本身是能唱上去的 但是一些方法的问题导致你高音唱不上去 那么归根结底 高音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你的气息 就是你的气有没有用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你的声带 声带是不是拉紧 你的能力是不是够 这两个问题 那么先说第一个问题 这个气息的问题 我们唱歌声音的根基就是来自于气 就丹田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肚脐也往下 这个地方 丹田用力 这是我们唱歌声音的一个基点 如果说你的气息要是到不了这个丹田 不能集中在这个地方发力 那么你的高音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 就跟我们有时候生气的时候 喊一声 你看你要气一口气到了这个丹田 这个声音就会很结实 很透亮 很有力度 如果说你要气到不了这个丹田 你要只是在胸口 那这个声音是没有跟的 像这种没有跟的声音 你在唱中音区的时候 或许还是可以的 但是一到高音 你的声音就会很吃力 刚才那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很简单 但是呢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你就可以检验你的气息 是不是到了丹田 是不是能够用来支撑你的高音 大家可以跟他试一下 你看一下子到这个丹田 这个道理呢 我们在平时生活中经常会碰到的 就是你躲在门后面 你比如说吓唬一个人 开个玩笑 有个朋友过来了 这样你要中气很足 一下子 他就可能被你吓到了 但是你要中气不足 你躲在门后 在这儿 气没到 没到这个丹田 那或许你就吓不到他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 第一个问题 就是气成丹田 要让声音形成一个历练的根基 有了这个东西 你的高音就有了 再试一下 唱一个高音 大家可以跟着 试一下 结实的 有根的 高音就上去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 就是声带 声带长在这里面 很抽象 大家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呢 我们唱歌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原理 唱歌的时候是 这两片声带一下拉紧 声带一下子拉紧之后 把气息挡在了这个声门里面 这个气息跟这个声带 发生了这个碰撞 摩擦 产生了声音 所以说 当这个气 跨出来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声带 瞬间的要 拉紧 要阻挡 所以说我们这个声带 能不能够拉紧 就这个门 一下子能不能关得了 如果你这个门关了 声音 碰一下 就亮了 如果你这个门 关了 可能留一下缝 没关紧 气露出来了 那你这声音就散了 这么说 很抽象 我给他举个例子 还是刚才那个 哎 哎 大家可以听到 这个声音是不是很结实 所以我瞬间 就这个声带就已经 哎 你看一下子就拉紧了 如果没拉紧 是什么样的呢 哎 哎 你看这个声音就 声带就裂着 没拉紧 这样的话 就你的高音 可能就上不去 哎 你看这声音 哎 漏气了 哎 这声音结实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的声音出来 是非常结实的 非常亮的 不漏气的 那就说明你的声带 是正常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要不断的让它拉紧 不断的让它拉紧 就让这个声带 能够形成一个很 strong的一个力量 那么这个就是 你要训练的过程 你要不断的去加强你这个声带的力量 就比如 嘿 嘿 嘿 啊 就是一下子拉紧 一下拉紧 就是等于是像它这个东西啊 是一个 呃 一个阻挡面 就是你老在打它 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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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力量就变强了 就跟我们练肌肉一样的啊 练肌肉 就是你得长期的让你这个肌肉啊 举亚铃啊 让它变得strong啊 你这个肌肉就有了 所以你的声带啊 就相当于一个肌肉嘛 就这个肌肉变强壮了啊 气过来的时候 它就碰 阻挡 声音就碰 爆发了 它高音就有了 哇 用一首歌啊 我们试一下 好 这个歌呢 大家应该都听过啊 是张学友的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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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的爱情 在故事里买买成就 好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 如果说你要是不拉紧 很容易就磨嗓子 嗓子就很容易哑 这里面呢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在 你如果说能够把丹田的气用好 能够把声带拉紧 那么这个在 声音就会很容易就上去了 好 这个就是呢 高音唱不上去 两个重要的秘诀 第一 气成丹田 能够要在丹田形成力量 千万不能把气挤动在这 唱歌的时候也不能够用喉咙使劲 一定是丹田用力 第二个就是声带要能够瞬间拉紧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要闭合也好 要关闭好 不能够让它漏气 但凡漏气的声音 高音都会困难 这就是唱好高音的两个秘诀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对音乐方面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在我下面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